趁现在有笋的季节可以试一下这个春笋炒牛肉 真的很下饭 一起床就没看到我儿子的人 应该是他爸爸带出去完了 日后回来肚子要饿了 我现在赶紧开始做饭 这个是我婆婆昨天拿过来的春笋 春笋切片清水里给他煮10分钟 我今天买了一块牛里肌 横纹切切得薄一点 这样子切出来就不用腌制 另外配料青红椒蒜葱 春笋焯过水了以后给他捞出来过一下冷水 锅里面放的是菜籽油哦 然后把春笋青红辣椒还有蒜放进去一起炒 可以加一点点的盐给他调个底味 炒个一两分钟左右 把我们的牛肉放进去 牛肉够新鲜切得够薄 这个部位又比较嫩就不用腌制了 直接放锅里炒散炒到变色以后调味 一圈蚝油两圈生抽 再放一点米酒 少放点辣椒面吧 然后放一点葱段 我尝了一下很鲜 不用放松咸咸啦 不过今天烧的有点辣了 不给我儿子吃了 刚才特意留了一点牛肉 给他炒了芹菜炒牛肉 乡下买了一些土鸡蛋 给他蒸个水蒸蛋吧 蛋液跟水的比例1.5或者1.6都行 这个上面有刻度的很方便 这个小容器刚好可以把蛋液的泡泡给他过滤掉 这样蒸出来的蛋就更加嫩 可以放一点点的猪油进去一起蒸 水开上锅放进去哦 今天的这个蛋液比较少 所以就蒸个5分钟就好了 一般的话就是5到8分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只蒸了两个蛋 还好家里今天没客人 要不然的话又要觉得我不舍得给别人吃了 你看是不是 这样蒸出来就是超级嫩滑的 哪里来了 又能不能用过海洋球鱼的小帮我旁边吹出来的 好了去洗手吃饭 好吃吗 哎衣服上弄到了 太大口了呀你 这个蛋液 には有些人吃饭 有些人吃饭